字幕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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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 李宗盛 李宗盛 過去大方發年中 如今蔡阿嘎和這位元老級員工 兩人超過十年的情一卻 就此決裂 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GT55 很貴好幾萬塊 我記得一兩萬 很貴 很貴 你只有三千萬的同學買得起 什麼三千萬 沒事 內梗 內梗 那一梗 節目上忍不住開酸 但這三千萬就先和蘿拉 有沒有關係 蔡阿嘎沒有多做說明 但曉得是podcast的上架時間 和解雇蘿拉都在同一天發布 加上蘿拉家中 滿是精品的貴婦形象 讓網友猜測蔡阿嘎火速 切割蘿拉是否涉及金錢糾紛 也有網友爆料 用蘿拉本名搜尋 疑似翻到過去 市林地獄民視裁定記錄 提及跟融資公司 有千九十萬元本票未償還 執行而且有向銀行借款未還 遭銀行合發支付命令的情形 初步可以看得出來 債務人是有一些金錢上的糾紛的 其實蔡阿嘎團隊職業分工當中 太太惡補負責經營頻道 同時創作服飾品牌 大頭佛多半負責和蔡阿嘎在螢幕前互動 盧拉則是擔任公關 接下活動業配邀約 究竟是什麼不法事件 讓兩人多年情誼一刀兩斷 也引發各界議論 華視新聞秋榮慶 黃榮榮台北採訪報導 哈囉 我是萊雅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